哦 這是我們的啊 你們沒有看過嗎 我說沒有耶 那要不要拍照 不要不要不要 可以看到 其實還有更多的國家 像這個是伊索比亞的國旗 然後還蠻好玩 就是我們在遊行當中 突然看到一對那個 一對家 就是一對夫妻 他們抱了一個小孩子 可是竟然是華人的臉孔 我們就很好奇上去跟他聊天說 這個小孩子是 他說是他們領養來的 然後他是來自台灣的宜蘭 那你們的英文課本上 不知道有沒有講過 Yard Sale或是Garage Sale這個詞 有聽過嗎 Yard Sale 就是美國常常會有一些 初心二手拍賣 那就是我第一次當教養學生的時候 並沒有機會去看到 那後來這一次就 我就能夠自己去看看 他們的Yard Sale到底長什麼樣子 然後呢就蠻好玩的 就是假日啊 他就 對 跳傘市場 然後假日很多家庭 你就會把自己家裡 無限的需要用的東西 擺到外面來 然後供大家選購 然後我就買到了一個 那個睡袋 這是課程當中的一個景 就是在大學的時候 我就反而覺得台灣的大學 跟美國大學就沒有差太多了 就是上課的模式啊 上課的感覺其實差不太多了 然後這是我選的其中一門課 叫做 Speech Communication 那每個人都要準備一個 slide 向大家分享 那時候我們就介紹台灣 那介紹台灣有一件最過癮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列出一大堆icon 然後都是那種就是 然後華碩啊 Acer 你看都是台灣的公司喔 然後剛好那一年 除了iPhone之外 另外一個跟他打對台的就是HTC 然後我們都很驕傲的說 HTC是 Made in Taiwan的 然後我的那個室友是韓國人 然後我寒假的時候 就去玩 玩回來 他就在我桌上擺了一張小卡片 我就覺得蠻活性的 Welcome back 那當然我還是不忘就是 跟大家介紹我的文化 所以呢 到了春聯一樣是 有貼春聯 這是我的接待家庭 這不是我寫 你可以看到這差別啊 然後在那裡我學到 有一個蠻特別的課是攝影課 然後呢 學校都有提供 相機啊 跟我們使用 然後也有暗房給我們充片 這也是一個蠻特別的經驗 就是我在台灣的大學選課裡面 並沒有選到過的 然後這是要自己捲上那個 那什麼 我也不是忘記 膠捲 然後呢 繼續暗房給充片 在那裡也還蠻好玩的就是 因為我沒有開過車 可是我又想要學開車 所以我就 剛好有一個台灣朋友 他願意教我開車 我就在當地市 然後我也考到了一張 美國的駕照 可是考完下校之後 回台灣都不敢開車 因為台灣 就是因為地下人仇的關係 我記得剛回國的時候 我媽媽載我出去 我都會很怕 我就坐在那個副駕駛 坐得很不安 感覺隨時都被撞到一樣 那這次兄弟會的一些活動 他們就會帶著他們的樂器啊 然後呢 可能大家喝喝飲料 喝喝酒 然後呢 再有一些Gallern的活動 這也是兄弟會的活動 OK 然後這個是在期末的時候 這是另外他們的一個funding 就是我剛剛說的 那種高中加藏會的模式 但是這是他們那個宿舍組織 他們辦的活動 可能也是為了要付款 可是我不知道他們付款的目的是什麼 反正就是你可以 他們就叫那個所有的那個 負責宿舍的那些幹部們 占一排出來 然後你只要付一塊錢 你就可以雜排 那我第二次去參加 一樣有的參加他們的合唱團 但是大學合唱團的等級 又跟高中不太一樣 有更多的那種比賽 而且是更正式的 這是我的合唱團老師 還有一些同學 那剛剛最前面有放一首歌 就是那個Locky 那個傑森馬拉斯的 那在那一年我也去聽他的演唱會 那你知道我當初我剛回來的時候很興奮 跟人家講說我去聽個傑森馬拉斯演唱會 結果每次去分享的時候 我說我去聽傑森馬拉斯演唱會 然後大家就一片安靜 我想說好吧算了 就是看來他在台灣並沒有那麼有名 那這次雖然我並沒有在那一所學校裡面畢業 可是一樣去看大學的畢業典禮 大學的畢業典禮就比高中又再更大了一點 他除了一樣是每個人上台去領畢業證書之外 而且都會邀請個校外的名人到校內做演講 好這也是畢業的一個場景 那那一所學校我剛說有非常多的外籍學生 每一年都有幫我拍張畢業生的合照 那這一年因為畢竟已經是我第二次當教育學生 那我對英文的熟悉當然又比這些 又再更熟悉一點了 那我這次一樣當然只很愛看電視 那但是我這次看的時候就 美國的電視蠻好玩的 對這是歐高馬那時候當選的時候的新聞 那我說美國的電視蠻好玩的 是因為他們在每一個台都可以選擇把字幕開啟 然後因為其實對我有時候聽 他們美國人講很快 你不見得能夠聽得懂 可是你如果試圖要了解的話 你就把那個英文字幕開起來 你就可以稍微對照就比較有感覺 那其實這個雖然台灣電視不見得每一台 應該是幾乎都沒有英文字幕 但是你如果想做其實是有方法 就是你如果去外面租那個DVD啊 租DVD來看是可以切英文字幕的 那如果你又喜歡看電影的話 我覺得你就是也是可以用這種方式的選英文 因為這種你可以從一些譬如說 迪士尼的卡通開始看得起 因為那些東西好懂 而且你一定要先從讓自己做點成就感的方式 開始做起 你就會喜歡這個東西 然後那時候我也跟了我 美國人很愛買DVD 我就跟我的那個樓長 借了不少DVD來看 那就開了英文字幕 一方面又幫助你了解 然後另一方面是 我要是真的不知道他那句話 到底在講什麼 我去Google還可以Google到中國的字幕家去 幫助我說他那句到底是什麼意思 所以呢 這是一個不錯的方法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其實每個人都出國有很多出國機會 不要如果就是 如果金錢是你的唯一考量的話 那出國其實不只有一種方法 甚至有比較廉價的方式出國 其實交換學生是一個蠻廉價的出國方式 如果你有機會的話 像出國當交換學生一年的開銷 如果你不是一個很愛購物的人的話 大概跟外面那種代辦機構去留學兩個月的開銷 是差不多的 所以如果能夠去申請交換學生 是一個蠻不錯廉價的出國方式 那我 這是我去參加的那一家叫EF 但事實上有非常多的選擇 你只要去Google高中交換學生 就會有很多訊息 那我來之前也有看過貴校的網站 貴校網站好像也有跟一些學校簽進姐妹校 那我並不知道貴校是不是能夠 透過這樣的方式到國外去申請 可是你們如果有興趣 其實可以問問學校說 是不是有這樣的方式可以讓大家出國的 那你不要先擔心說 可是我英文不夠好要怎麼出國 因為不會有人出國之前就英文好玩 一定是進到那個環境裡面 你天天用那個語言 我自然就會喜歡那個語言 那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打工度假 打工度假 這是應該是昨天的聯合報的新聞 現在已經除了原本的日本 然後澳洲 紐西蘭 加拿大 現在又多了一個德國 而且要30歲以前去申請 所以呢 如果你沒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申請 就是可能是 可能畢業之後還是怎麼樣呢 申請一年的到國外去打工度假 那這個 對如果你有成本考量的人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因為你大概就是出國之後 你賺多少你就花多少 這是一個不錯的出國方式 最後一個就是當國際志工 那 這只是提供兩個網站 像我在中原大學的時候 中原大學是每一年都有到北印度 跟到檢口站去做數位學習的服務 就是他們大概只是一個暑假期間 然後就去那個當地 教當地的小朋友華語 跟教當地的小朋友使用電腦 那這就是一個出國方式 那除了這之外呢 這個YES台灣青年數位服務協會 是我在中原大學的時候 一位學長 他在畢業之後創辦的一個機構 他們也會提供很多這種 國際青年志工的方式出國 下面另外一個是行政院青古會的網站 它裡面也有一些關於當國際志工的機會 那你會想說當國際志工 你能夠學到語言嗎 其實是因為你必須要出國嘛 你到出國就 其實就蠻有機會用到英文的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去年的暑假去了一趟北印度 他說他因為去 雖然去北印度 那個地方又不是 是並不會一直都講英文 可是卻因為那一次出國際 他有了很多機會說英文 學到不想英文 所以這是一些方式 那我主要分享的部分在這邊結束 那在結束開始提問 互動之前 我有一句話想要分享給大家 這個是大家知道朱學合嗎 就是前幾天那個朱學高 然後很熱門的時候 他有出來講話那個朱學生 他是魔界的翻譯者 那他我自己就聽了他一場演講 他說人之所以成為英雄 是因為選擇 而不是因為能力 就是不要把自己的能力化做 當作你的一個門檻 因為你做對的選擇 做你自己想要的選擇 那這是讓你開始 逐夢開始達成你夢想的第一步 就是做對選擇 那以這句話當作今天的結束 謝謝大家 那現在這些事就是 跟大家互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些問題 想要互動的 那除了這裡還有一些禮物 可以送給大家 那我有帶了三本書來 就是前三個提問的人 就是你除了可以拿來一本英文雜誌之外 然後我還有一本書要送給你這樣子 有沒有同學想要去問 你輸的第一點候選是幾書 你輸的第一點候選是幾書 你輸的第一點候選擇